我们今天开始一个新的课程 要花十堂课的时间 让我们来认识圣经 我假设,大家都对圣经稍微有点认识 有点了解 所以,我不会讲一些太细的东西 但是,一些重点 我想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 所以,花十次 今天第一次,我们会把创世记看完 下一次会看从《出埃及记》到《生命记》 我们先看一下 首先,我们要知道圣经这本书 这本书不是一本普通的书 所以,我们今天来研读这本书 我们是带着另外一种不同的态度 圣经里面说,为什么它不是普通的书 因为提摩太后书3章16节说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什么叫默示? 默示,英文把它翻成说是inspired 都是神所inspired 什么叫inspired? inspired就好像是灵感,给他一些启发的 默示有几个方面,有几种方式 第一个就是神直接说 在圣经里面说耶和华说什么 所以神直接跟作者一讲 作者只要把它照着写下来就可以了 但是圣经里面不都是这样 不是说神讲一句,他就作者写一句 有很多不是 但是里面有一部分是直接说的 另外有的是神给一个意象 神让作者看到一些东西,看到一些图像 甚至于浑游向外 把作者带到现场的景象里面去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到的不再只是一个平面的像看电影一样 不是,你根本身历其境 你看到的是三度空间的 所以像在启示录里面 还有在先知书里面 先知常常会看到一些异象 以西节还有很多 还有戴伊犁什么都是 他们看到一些异象之后 他们这样回来就是说 把他所看到的异象给他写下来 所以这种方式也是神的漠视 第三个就是神给你一个灵感 你也不是看到什么,你也不是听到神说什么 但神给你一个灵感 你就把你心里头的一些思想把它写出来 像是保罗那些书信 很像诗篇 诗篇都是一些大卫 他把他心里面的一些感想,一些感情给他抒发出来 但这是不是神的话? 是,因为那个灵感是从神来的 第四个就是神给他一些素材 比方说写一些像历史方面的一些记载 历代字也好,猎王记也好 还有路加福音 他们都是去收集一些素材之后 然后神给他们智慧 让他们把它整理起来 有条理的给他写下来 这个也是神的末世 因为连那些素材都是神所预备的 所以也不是随随便便普普通通的 现在问题是,创世记是什么? 创世记是神直接说的吗? 起初神创造天地 是神说一句,摩西写一句吗? 还是神给他一个意象? 还是神给他一个灵感? 突然有个灵感,还是神给他素材? 我感觉,我自己认为说 他可能是神给他一个意象 或者是神让摩西浑游向外 让他看到神那时候创世的整个过程 神什么时候给摩西看到这些东西呢? 我个人认为,很可能是在西乃山上面那四十周夜 不管那四十周夜,摩西在那边干什么? 我相信神那时候就让他浑游向外 让他看到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 第一天做什么,第二天做什么 那时候摩西看了目瞪口呆 所以他后来就把创世记 从第一章一直写到第五十章 那时候他根本还没有出生 他怎么知道这么多故事呢? 有人说,他可能是那时候 把当时的一些流传下来的传说,把它整理起来 我不相信是这样子 因为这样的话,传说是有时候很会走样的 神一定直接让他看到那些景象 所以我比较相信神是给摩西异想 甚至于是让他浑游向外 让他在一个三度空间里面 直接感受到神创造的那些过程 直接在三度空间里面看到神跟亚伯拉罕对话 然后看到这所有的故事 所以他就可以把它这样写下来 所以那四十天,他不是在那边没事干 神给他很多的功课 所以说圣经不是一本普通的书 我们今天要带着一个祷告的心来看 神的话是借着人的手写出来的 多少会反映出作者个人的色彩 包括他的背景、包括他的个性、包括他的文笔 这些都会有个人的色彩 可是这些作者还是很忠实的来传递神的信息 好像是用一个竹子来饮水一样 水可能多少会带着一些竹子的气味 可是只要竹子是洁净的,水的本质就不会改变 它是一个纯净的水 虽然那里面好像有点竹子的那种味道 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每一卷书的作者不一样 他们的每个风格不一样 但是这背后都是神的话 都是同一个作者,就是圣灵 圣经里面包括66卷书 是由40多位的作者写成的 他们是个别去完成 但是合在一起却是天意无缝 浑然天成,互相补足没有矛盾 因为背后只有一个作者,就是圣灵 圣经的奇妙跟权威 也可以借着他这一千多处的预言来显明 没有任何一个宗教的经典 像是圣经一样充满了预言 而且更宝贵的是,这些预言里面 96%都已经完全应验 所以这个更是不可思议 另外还有一点还没应验的是末世的预言 也是即将要应验了 所以从这些地方来看 我们就知道说,圣经不是一本普通的书 刚刚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如果照原文来讲 All Scripture is God-breathed 是神的一口气吹在圣经里面 所以,神吹气的话,有什么结果? 神吹气之后,就会有生命 在创世记第二章里面说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将生气吹在祂的鼻孔里面 祂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所以神一吹气 那个生命就进到人的里面来 今天神像的这本书,一吹气之后 这书里面就会怎么样? 就会有生命 所以神的气息使人有生命 圣经里面,祂也蕴含着神的生命 所以今天我们来接触这本书 我们来接触圣经,我们就是在接触生命 这个圣经能使你应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所以我们来接触这个圣经 我们会得着生命 而且人会得着一个得救的智慧 什么叫得救的智慧? 就是我们能够明白神对人类的心意 还有对我们个人的旨意 我们会知道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是为着什么而活? 神在我们这个人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 祂是要我们怎么样? 所以你会对神对人类的心意,有一个了解 这是一个神客观的计划 但是,我们同时也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神对我们个人主观的引导 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知道 神对我这个人来说,神要对我说什么话 祂会安慰我,祂会劝勉我,祂会鼓励我 而且祂甚至会带领我说 你前面要做什么样的选择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可以得到这些个人主观的引导 所以,这都是一些得救的智慧 让我们从一些迷惘,从我们那些混沌里面 我们会得着拯救 但是,有一个关键 我们要得着这个智慧 有一个关键叫什么? 要因信耶稣基督 所以,读懂圣经的关键 就是要信耶稣基督 我们如果没有信耶稣基督 就是我们如果是用着自己的才智 在那边读圣经的话 你即使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你也读不懂这本圣经 你即使是大学问家 你读不懂这本圣经 因为这要圣灵来开启你,才真的读得懂 所以,圣灵开启我们的话 一个关键就是我们要信主 一个人要先信主之后 我们这个人得救了 得救了以后,我们里面有圣灵 我们才能够读得懂 所以,读圣经之前 我需要先祷告求主来开启我们 我们才能够明白 圣经有分成什么?旧约跟新约 旧约里面有分四个部分 律法书、历史书、智慧书跟先知书 新约里面有四福音、四福经传、书信跟启示录 旧约的内容,主要是以色列人的历史 着重在他们跟神之间的互动 所以,他们的成功跟失败 就成为我们的榜样跟见解 而且旧约更是在预告基督还有他要成就的救恩 这是旧约 到新约,基督来了,他就完成了救恩 使这个救恩临到万民 不是只在局限在以色列人 而是现在临到所有的各国各民,临到万民了 所以现在凡是相信、接受基督的人 都可以得到拯救 而且能够进到永恒的荣耀里面去 所以,神的启示从旧约,一步一步到新约 律法书里面包括创世纪、出埃及纪、立位纪、民宿纪 跟生命纪 这五卷书,我们又称为摩西五经 犹太人,他们又称这五卷书叫做妥拉 这个是旧约里面的根基 我们今天来看创世纪 创世纪是一本种子的书 圣经里面,一切真理的种子 都隐藏在创世纪里面 这是一本非常特别的书 你真的是可以在这里面 找到真理里面,所有一切真理的种子 包括三一神、包括基督、包括教会、赎罪 还有新约、旧约、恩典律法、阴性正义、末日审判等等 所有圣经里面重要的那些教育 都可以在创世纪里面找到它的种子、找到它的根源 这个种子、这个根源 随着历史的发展,就一步一步的开展 启示就一步一步的揭开来 到最后到了启示录的时候 整个启示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看到神的旨意就实现了 最后成就在新耶路撒冷 所以,创世纪是一本种子的书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它的属灵的浓度是特高 它里面甚至连每个人的名字,它背后都有含义 不是每一卷书里面,所有人的名字 背后都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属灵的意义 但是创世纪里面,几乎每一个都有 所以这是一本生理的浓度非常高的 为什么?因为它是种子 所以一个种子里面,它有一个生物 或者所有它里面的DNA,都在这个种子里面 所以这个浓度是很高的 创世纪里面有分成一些主要的内容 第一个讲到神创造,然后人犯罪 接着神来修复,接着看到洪水 然后看到几个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 这是创世纪里面的几个大的主题 我们看到这个神创造 神那时候花着六天,来创造这个世界 你看到前面三天跟后面三天,有一个对应 前面的话,基本上就是在提供一个什么? 在布置舞台,把光跟暗分开了 把空气,把天空跟海分开 然后第三天,是地从海里面出现,地跟海分开了 到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 那时候,那些角色就出现了 太阳闪管白天,月亮星星闪管晚上 然后天空里面有飞鸟,海里面就有鱼 然后陆地上出来了,陆地上面就有人、有动物等等 所以前面三天,神在那边布置那个舞台 后面三天,让这些角色都出现在舞台上面 然后神能借着这个创造,在干什么? 在彰显祂自己的荣耀 你看到在这个创造里面,你看到神的智慧 看到神的慈爱,看到神的公义 看到神这一切的这些属性 可以借着神的创造,彰显出来 神本来自己在永恒当中,有时候觉得蛮无聊的 所以祂就做了一个世界,把它创造出来 你看,一做出来 神里面的那些本性里面,所有的丰富就彰显出来了 这个其实还不是最精彩的 神最精彩的是什么? 后面祂还继续让祂的儿子来为罪人死 这是更精彩的,更彰显着神的荣耀 那是一个更大的荣耀 可是光是创造,我们就觉得说 这个荣耀已经是不简单了 这里头的关键就是创造人 这是神的心意所在 1章26节它说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 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所以在这节里面 我看到神创造人的目的 神创造人的目的,主要是有两方面 第一个是要向神,就是彰显神的形象 这个形象是什么? 这个形象不是外在的形象 因为神其实是个灵 外在的形象,其实可以说没有 但是祂主要是一个内在的形象 是什么呢? 包括祂的圣洁、公义、慈爱、温柔、平安、喜乐、谦卑、良善 这些都是神的性情 是神的真正的形象 所以祂创造人,是要人来彰显祂这方面的形象 不是说,我有两只手,两条腿,一个头 不是只是这样子 祂更要我们来彰显祂里面的那个形象 里面的那个荣耀 这是神创造人的第一个目的 第二个目的是要来掌权 要来管理这地上一切的,要管理这个世界 真正的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怎么样? 要来圣过黑暗的权势 神创造人,要我们来对付魔鬼 所以我们今天,凭着我怎么可以对付魔鬼呢? 所以神在我们里面有一个计划 我们只要照着祂的这个计划 我们可以践踏蛇跟蟹子,我们可以圣过魔鬼 像神的这一部分,就是说我们要结出生命的果子 就是圣灵的果子,圣灵有九种果子 就是来彰显神自己 另外一方面,要掌权 就是要来胜过黑暗的权势 那就要胜过魔鬼,要干什么? 要来拯救灵魂,把人从黑暗的权势当中拯救出来 这就是要结出工作的果子 圣经里面结果只有两方面 一个是生命的果子,一个是工作的果子 所以工作的果子,就是福音的果子 传福音,结一些果子 这就是工作的果子 另外,我们的生命要来向主 要结出圣灵的果子,那是生命的果子 所以这是神创造人的两大目标,两个目的 我们要结出这两种果子出来 圣经里面,要向神 这其实是一个祭司的职份 要掌权就是君王的职份 圣经里面,有这次君王跟祭司 这两种人都要受高 就是说,他们要就职的时候 人家要用高油倒在他们的头上 这两种人都需要 这两种人就刚好反映出来 神创造人的目的 一个是要向神,一个是要掌权的 祭司在众人的面前是要代表神的 所以他穿的衣服都是荣耀华美的 身上都有那个宝石挂在他身上 就好像说他是一个代导者 他是把以色列的所有的那些百姓 都承担在他的尖头上,放在他的心怀里面 这就表示说,他是在象征神的样式的 身上的那个衣服,是为荣耀,为华美的 所以,他的职份 他有一个方面就是要来彰显神 那君王就是来管理,管理这个国家 管理神所造的这一切 所以,这个字就讲到说,要掌权的这一部分 所以,我们要从创世纪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对人的原始的心意在哪里 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说 今天神就是要我们在这个地上,要达到这样的一个任务 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到 神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有两棵树 不是只有两棵树 中间最重要的有两棵树 一个是生命树,一个是分别三棵树 其他还有很多,那个都没有提 这两棵树,神要让亚当做一个选择 不是要让他做选择 其实神跟他说,不要吃分别三棵树的果子 但是,他特别有提到生命树 生命树其实是象征神的自己 为什么生命树象征神的自己呢? 因为主耶稣祂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 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 主耶稣祂说祂是那个粮食,让我们吃了之后 我们可以永远活着 圣经里面,只有生命树的果子 我们可以吃了,永远活着 所以生命树的果子,其实就是在象征主耶稣自己 因为这两个吃了,都可以永远活着 还有约翰福音里面,他说 生命在他里头,在基督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这就是生命树的果子所代表的意义 生命在生命树的果子里面 所以生命树,就是非常清楚的 它是象征神的自己 神今天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来吃祂的自己 但是,分别善恶树是另外一回事 这是象征我们离开神独立 我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 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会有智慧 有智慧之后就怎么样? 就不需要神了,我就可以自己做判断 我自己可以做决定 所以就凭着自己的智慧,我就不需要问神了 这是一个离开神独立的生活 生命树,这果子就表示说,我们需要依靠神 我们要跟神联合,我们把神吃进来之后 我们就跟神联合 神就成为我的里面的一部分 然后,我们把神吃进来之后 智慧也在神的里面 这时候,神把祂一切的丰富,都给我们了 所以神要我们的,其实是这样的一种智慧 而不是说,离开神之后 我自己得到了一个智慧 神要我们得到的是,是抓住他 来依靠他的一个生活 所以生命树是一个依靠神的生活 分别善恶树,是一个靠自己 依靠自己的生活 所以生命树就像是一个小孩子牵着父亲的手 紧紧的抓住父亲的手 父亲怎么样引导他,带领他 他就怎么样往前走 走他这一生的道路 这就是吃生命树的果子 分别善恶树,就是你一切自己来 靠着自己的力量去打拼 靠着自己的力量去面向未来 所以这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 今天神要我们来吃生命树的果子 这个重要的就是要吃 吃是一个非常主观的经历 你吃的时候,你会享受到它的美味 你吃的时候,你会把它的营养吸收进来 营养到最后会成为你身体里面的组成 所以吃生命树的果子,就是与神相交 我们跟神相交 然后我们会领受祂,我们会享受祂的自己 然后我们会以神为乐 跟神相交的时候,我们会非常喜乐 就像我们吃一个好吃的东西 很enjoy 最终,我们与神就合而为一 祂就成为我们里面的一部分 这个人越来越多来像神 被他自己来取代 我们如果是吃垃圾,我们就越来越像垃圾 但我们越来越多来吃神的自己 吃这生命树的果子,我们就越来越像神 所以这个是人能够像神,还有为神掌权的秘诀 也是唯一的途径 你说神创造人的目的,要像神跟为神掌权 我好辛苦,我怎么样能够像神 我自己要开始要学习做好 我要怎么样学习为神掌权 我开始要想说怎么样去掌权 不是只有一个秘诀,就是你多多的来靠近神 多多的来跟祂相交 你多多的来吃祂、喝祂 这时候,你这里面就会被神越来越多的充满 这时候你就很自然的会活出神的样子来 你很自然的,你身上就会有神的权柄 你就知道说怎么样为神掌权 所以,要像神跟为神掌权,其实很简单 就是什么?来吃生命树的果子 就是来享受神的自己 所以这是神创造人的目的 还有,神要达到这个目的的途径 就是来吃 但是接下来,人犯罪 亚当跟下话后来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结果怎么样?第一个,人就变了 什么变呢?眼睛就明亮了 这表示这个人身上有一个改变 你的基因有一个突变 怎么样呢?那个罪就进到人类的基因里面来了 人就有了罪性 就是说,人生下来就会有个犯罪的倾向 而且这个是因为在基因里面 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东西 结果它会遗传到子子孙孙 不是说我犯罪就是我自己有罪 我的儿人里面有受影响 不是,因为你是始祖犯罪 人类的第一个始祖犯罪 所以它基因里面有一个突变 所有的子孙都会受影响 第二个,神跟人的关系就破裂了 人就离开神的面 不能像过去一样跟神沟通了 不能再感受到神的同在 不能像过去一样 那么清楚的听到神的声音 所以变成什么样? 你以后就真的是你要靠自己了 很多事情你不要就要自己判断了 因为你没办法像过去一样 神在我旁边,神跟我说话很清楚 当一个人离开神之后 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疏远 你对神就越来越陌生了 到最后你根本不认识神 然后你拜了,就乱拜 最后,死亡随着这个罪就临到人类了 人就会有死了 接着神来修复 这时候人的办法是什么? 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他自己的身体 但是神的做法,是用皮子给人家做衣服 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身体 代表象征是人靠着自己的行为 来把你的羞耻给他遮盖 无花果树的叶子代表人的行为 包括你所做的一些善事 我做了很多的善事,希望能够弥补我 过去的错误 或者你在地上有很多的成就 借着这些成就,我就不至于那么羞耻了 因为我有很多的荣耀 但是善事也好,成就也好 这些都像是无花果树的叶子 它怎么样,一下就枯干了 一下子就没有了 都是很短暂、很暂时的 但是你真正的赤身的羞耻,还是没有遮盖 一定要怎么样? 靠着皮子 皮子就象征基督被杀赎罪 因为皮子就是有羊被杀 你说可能不是羊皮 我相信是羊皮 牛皮太厚了 应该是羊皮 有羔羊被杀 总而言之,就是有一个寄生被杀 这个被杀之后,它流血之后才能够赎我们的罪 所以这里也讲到像刚才那两个原则 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身,就是靠自己 你用自己的方式来遮掩自己的羞耻 用皮子是靠基督,就是来依靠神 所以后来该引献上土产来献祭 用献上土产,就是神不喜欢 为什么? 因为土产是象征 你自己的努力,你自己的行为 所产生出来的成果 但是它要的是什么? 是要亚伯所献的羔羊 亚伯所献的羔羊是代表神所赐给我们的基督 基督的死,才能够为我们赎罪 所以,这是讲到我们人类 后来就是这两条路线,就不一样 一个是该引的路线,一个是亚伯的路线 一个是靠自己,一个是倚靠神 接着就发生洪水,洪水在这儿 现在已经经过了大概是1500年左右了 从亚当开始,1600年,1600多 这时候就发生大洪水 这洪水是代表什么?寒云 这洪水就象征死亡,跟神的审判 临到这个世界 方舟呢?方舟就预表基督 今天我们只有在方舟里面,我们才能够得救 所以在基督里的,才能够逃脱神的审判 而且得以与主同死同复活 今天你在方舟里面,就是在基督里面 新约里面有一段话,有个词 叫做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有得着蜀天的产业 在基督里面,我们就蒙了救赎 什么叫做在基督里? 你用方舟来理解,就比较清楚了 就像说,你今天在方舟里面,你就得到救赎 你就得到拯救了,你就不会被淹死了 所以基督就是那个方舟 方舟就是基督 今天我们就是方舟里面的那些人 我们跟着这个方舟,我们就经过这个死水 经过这个审判 同时,我们就跟着方舟一起复活 因为后来他就停在一个山上 当洪水渐渐退去的时候 方舟就停在一座山,叫做亚拉拉山的山上 他停在山上那一天,他说是7月17号 换算成为胜利1月17号 这刚好就是2000多年之后,主耶稣复活的同一天 所以方舟脱离这个死的水,停在汉地上 就是象征基督从死里复活 所以这个是同一个时间,同一个意义 所以他在水里面经过,是经过死 在汉地里面出现的是复活 所以凡是在方舟里面的,就是在基督里面 也一起跟着主耶稣从死里复活 这表示说,我们的旧人已经死了 我们的新人诞生了 这是受禁的含义 受禁就是我们的禁在水里面,我们这个旧人死了 今天我们从水里面出来,就是跟着基督一同复活 所以在客观的地位上来讲 我们的旧人是已经死了,当我们信主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的旧人已经死了 但是,我们现在一个新人就诞生了 但是你会觉得说,可是我里面的旧人 就是我里面过去的那种爱生气 你好像还在,乱讲话好像还在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地位 但是我们需要去经历这样的一个身份 好像今天我得到一个公民权了 我移民到一个国家,我有这个公民身份了 但是你要享受到这个国家里面的一些福利 一些什么各样的东西 你还是需要去住在那边,去经历它,才会得着 今天我们在天国里面,我们是新的百姓了 但是我们需要去经历这一切 我们怎么样能经历呢? 就是让圣灵来充满我们,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掌权 因为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我们的真理是什么?我们旧人死了 但是我们要能够经历到这个自由 就是我不再生气,我不再那么容易暴怒 我不再东加长西加短,乱讲话 我们怎么能够从这里面得到释放 就是要被圣灵充满,要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掌权 当你圣灵在你身上更多的掌权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很容易就能够 胜过过去那些旧的习性 我很容易就能够活出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 你会发现说,真的过去那个旧人已经死掉了 现在是一个新的生命在我的里面,长出来了 所以这个方舟,从这个水这样经过 就是这个含义 旧人死了,新的人诞生了 而且我们在基督里面,才会有这一切的祝福 接着我们会看到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本来是住在那时候 世界上最繁华的乌尔 当年的纽约市 那时候他被神呼召了 离开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 他就印着信,信靠神了往前 所以就一路往前走了 走到一个地方叫哈兰 在那边就先暂停,暂停停了好一阵子 后来到了75岁的时候,父亲死了 终于再继续往前 往前到了迦南 这是神要他去的地方 一到这个地方,神就跟他说 这个地方我要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 所以,亚伯拉罕的一生,其实就是这样子 凭着一个信心,跟随神,什么都放下 那时候真的是,你不知道前途茫茫 但是你就是抓着神的手往前 所以他成为我们的信心之父 他是一个信心的伟人 这方面是让我们来效法的 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 神就应许要把这个地赐给他的后裔 神要祝福他的后裔,与他们立约 透过这个民族,就是以色列人 神要成就伟大的救赎计划 所以神给亚伯拉罕就只有两个应许 一个是地,一个是后裔 他要把迦南地给他,他要把后裔给他 可那时候,亚伯拉罕已经年纪很老了 还是没有小孩 亚伯拉罕那时候虽然年迈无子 但神应许他会生出后裔,如同天上的心那么多 所以那时候他把他带到外面来,你看天上的心有多少 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结果圣经说,亚伯拉罕,那时候他还叫亚伯兰 他听神的话,他就信神,相信神 那时候虽然已经很老了,他相信神做的一定会实现 神怎么样,神很高兴 神说,我这样说,你就这样信了,非常高兴 所以神就以此为他的义 就是说,亚伯拉罕是一个义人,为什么呢? 因为亚伯拉罕信他的话 亚伯拉罕并没有做什么好事 光是因为他信神的话,神就称他为义人 所以他是什么? 他这个叫做因信称义 英文叫做justified by faith 他因为他的faith,因为他的信心,被神justify 被神认他为一个义人 所以这个是,后来在我们的新约里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就是马丁路德看到这一点,他才知道 原来过去都错了 那时候在刻骨挤身,很多要做好事 为了得着神的赞许 后来发现,不是 神要的是什么? 我们向着祂话语的信心 后来神又跟亚伯拉罕说了 这是后来 他说,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如同天上的心,海边的沙 所以,亚伯拉罕的后代,其实有两批人 一批像天上的心,一批像海边的沙 亚当是什么? 亚当是受造族类的祖先 就是人类的始祖 亚伯拉罕,他是蒙召族类的祖先 他就是以色列人跟基督徒的始祖 以色列人是他肉身的后裔 就像是海边的沙 基督徒是他属灵的后裔,是他灵性的后裔 就像天上的心 一个是天上的,一个是地上的 一个是肉身的,一个是灵性的 这两批人,都是以亚伯拉罕为他们的祖先 因为亚伯拉罕是蒙召出来的 而且神要赐给他的后裔,就是这两批人 所以,亚伯拉罕可以说是我们共同的祖先 亚当是所有人类的祖先 包括没有信的,各种重要的人 但是我们基督徒,还有以色列人的祖先是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到了八十多岁,西夏犹须 就听妻子的建议 娶了死女,夏甲生出以色玛利来 夏甲生了以色玛利 撒拉就是他妻子,后来生了以撒 一个生了以色玛利,一个生了以撒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原则出生的 生以色玛利,是靠着夏甲的年轻力状 他是倚靠人的天然力量 生以撒,撒拉罕已经九十岁了 照人的力量来说,是生不出来了 他是凭着神的应许生的 他是倚靠神的应许生出以撒 所以这又是两条路线 一个是象征旧约,律法 律法就是说,你要做很多 照着神的吩咐去做,做出来之后 你就OK了 但是撒拉,这个是新约的原则 就是恩典 你什么都没有做,都是神帮你做好的 你现在只要接受就好了,这叫恩典 以撒就这样子 以撒就是神给他的 不是他自己年轻力壮生出来的 所以,以撒马利的后裔,就是阿拉伯人 后来反而成为以撒的后裔 就是以色列人的仇敌 所以,人靠着天然的力量来完成神的计划 反而越帮越忙,使得其反 所以,夏甲就是依靠自己 撒拉是依靠神 所以这就是两条不同的路线 所以你就看到,从创世纪一开始 就这两条路线,一直在那边平行发展 亚伯拉罕在迦南地,总共前后组了四座祭坛 祭坛是一个敬拜的地方,是一个奉献的地方 所以,这表明亚伯拉罕是一个奉献自己跟敬拜神的人 他就常常跟神相交 所以,被称为是神的朋友 神的朋友,就在新约的雅各书里面有提到 在旧约的历代词里面 约撒法也提到说,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 因为他是神的朋友 所以,他就知道什么? 他知道神的心意 他知道神的心意之后 他就成为一个带导的人 他会为神的旨意来祷告 所以后来,三个死者 其中有一个是神 后来,他们就跟他说 他们要去看看所多玛 结果,因为那个地方罪恶太大了 他们准备要去实行审判 后来,亚伯拉罕知道了 他听到了,他怎么样? 就为所多玛带囚 所以,他就是一个带导的人 后来,神给亚伯拉罕最后的一个考验 就是要把以撒献上为祭 为什么? 因为亚伯拉罕他不能把以撒当作他的偶像 取代神在自己心中的地位 以撒是神所赐给他的 他宝贝的不得了 但再怎么宝贝 你不能把这东西当作你的偶像 所以,当神要你交出来的时候 你还是得交出来 所以,亚伯拉罕他就顺服 他顺服,而且他相信 即使以撒死了 神也可以叫他从死里复活 所以,他相信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所以,神赐给他的 神自己收去,他都没有话说 他不会说,不行啊 神,这是你给我的 怎么可以拿去呢? 不是,他就是顺服 但是后来神没有让他杀 但是,神就因此指责自己启示说 论服,我要必是大福给你 论你的子孙,我必要叫你的子孙将天上的心,海边的杀那么多 而且,你的子孙必要得到仇敌的城门 所以,那时候神把一些最大的祝福应许都给亚伯拉罕 就是因为,他没有把他所爱的儿子以撒留下来 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看到 以撒预表基督,亚伯拉罕又预表父神 以撒就是预表基督 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生爱子 基督是神的独生爱子 以撒背着财上摩利亚山 基督背着十字架上加略山 以撒顺服之死,基督也是顺服之死 以撒成为寄物,基督也成为寄物 以撒仿佛从死里复活 基督是真的从死里复活了 亚伯拉罕经历丧子之痛 天父他也经历丧子之痛 所以旧约里面的故事,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影子 到新约里面,它成为尸体 所以从亚伯拉罕线以撒的故事里面看到 神把祂的儿子基督,赐给我们作为寄物 旧约跟新约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一个是影子,一个是尸体 接着我们看到以撒 以撒的一生就非常平顺 他代表儿子的生命 儿子的生命是什么? 就是承受父的一切产业 而且他顺服父,他如果被献上危纪的时候 他没有跟亚伯拉罕在那边抗拒 没有跟他打架 不然的话,照理说他年轻力壮 他真的是可以反抗 他非常顺服,他没有反抗 而且主耶稣说,子看见父做什么 子就照着做 儿子是看到父亲做什么,他就照着去做 所以,以撒是他在挖井的时候 把亚伯拉罕过去所挖的井,从一起把它挖起来 所以,他的父亲怎么做? 他照样把那个井挖出来 而且,照着父亲所取的那个井的名字 来给那个井取名字 所以,这就是完全是儿子的生命所表现出来的现象 后来,他迎娶父亲为他所安排的新妇 他都不需要自己去张罗 不需要自己去努力,不像他的儿子,那个叫雅各 为了要娶太太,千辛万苦 但是,以撒完全不需要 他只要坐在家里面等就可以了 你说哪有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儿子的生命 所以,我们这每个人 我们会要经历亚伯拉罕的经历 就是信靠神,我们奉献给神 我们跟神有多久交通 但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有以撒这方面的经历 就是怎么样?完全享受神的祝福 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子 所以,我们可以享受这一切 以撒总共挖了四口活水井 这预表,基督是为那位试活水的人 主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试的水,就永远不可 我所试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全员,只涌到永生 所以,主耶稣会试给我们一个活水井 以撒就是这样子,以撒就是这个四口活水井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又看到非常清楚 以撒就是预表基督 接着,我们看到雅各 雅各在母妇里面,就跟以扫争着做长子 后来用一碗红豆汤,就跟以扫买了长子的名份 他想要得长子,一直是念念不忘 甚至于他生下来,还是变老二 但是他还是不放弃,所以趁以扫之围 用一碗红豆汤,就把长子的名份买去了 后来,他又装成以扫,骗取以撒的祝福 以撒为长子的祝福,都被雅各偷去了 结果后来,他为了要逃命,他就经过伯特利 在伯特利,他就梦见神的天梯 这是他第一次跟神相遇 所以这是他一生当中,第一次跟神的接触 所以那时候,他就跟神说 如果你保守我平平安安的回来,然后让我有吃有穿 我就以你为我的神,我到时候十分之一奉献给你 那时候跟神讲条件 所以那时候,他这个人是非常天然的一个人 人的想法,就是很功利,跟神之间都是讲这些条件 接着后来,他娶了投奔他的舅舅拉班 为了娶妻子,被拉班欺骗 他本来想要娶右边这个是拉杰 可是后来,拉班就把左边这个利亚给他 还要为拉杰,另外再工作七年 所以总共工作十四年 这个真的是 而且不止如此,后来又被他改了十次工架 他总共做了二十年的工,生了十一个儿子 他这个人本来诡计多端了,他碰到拉班也没办法 后来他返回迦南,在毕如伊勒就遇见神 然后大腿窩被摸,然后就瘸了 然后被改名为以色列 那时候就是天使过来,跟他摔跤 摔跤后,后来大腿窩的金被他摸一下 被天使摸一下,后来就瘸了 所以他后来,后半身走路都是一瘸一瘸的 这个一瘸一瘸,不是很不好看吗? 是啊,可是很奇妙 他名字又被改成以色列,是神的王子 大腿窩被摸,什么意思呢? 大腿窩就表示,这是人全身力量最强的地方 代表人的天然力量 或者是天然性情当中最强的一点 有的人里面有一个东西很强 很强,你几乎是没办法改它的 但是这个点被神摸一下之后,就怎么样? 那点就被破碎了 这是说,叫做什么?人被神破碎 被神破碎就是他里面的自信,他里面的娇气 被神所错,他体认到自己的天然是与神为敌的 不敢再相信自己,不敢再倚靠自己的力量 他转而谦卑地倚靠神,如同野马被巡抚一般 所以这是雅各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捩点 它里面一个最强的东西,被神破碎了 被神破碎了,所以他本来是走路都有风的 但从那天开始,他走路一瘸一瘸的 为什么?里面有个东西被神打掉 人就变得谦卑下来了,他不再敢相信自己 因为那时候他是面对他人生当中 一个很危险的时刻 他要面对他的哥哥姨嫂 然后他就说,前途茫茫,不知道该倚靠谁 但是那时候,神就向他显现 然后跟他摔跤,摸了他一下 接着他就说,日头刚出来的时候 亚各经过避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 英文是说 The sun rose above him, as he passes Paneur 他经过避努伊勒的时候,怎么样? 太阳就从他上面升起了 他经过避努伊勒的时候,日头升起,照在他的身上 你这看起来好像是OK的 意思就是说,那时候是早上 没错,是早上 但是另外一方面,是他人生的日头就升起来了 他里面有个光,照在他身上了 所以这个时候,他不再是活在过去的天然里面了 他的名字从雅各,一个抓夺的人 变成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 神要借着他来掌权 但是接下来你就看到,神在他身上 一步一步的剥夺跟破碎 接下来发生,他女儿底拿被玷污 然后,他最爱的妻子拉姐,难产而死 后来,他大儿子刘便乱伦,去上他的床 去跟他的妾同情 然后后来,他最爱的儿子约瑟被卖了 后来,生下这个玷污,到他最晚年的时候 也要被送到埃及去 他到时候说,罢了 他说,私上就都私上罢了 他已经完全放下了 所以他整个人完全相扶 可是他到时候,他的生命那样的成熟 他可以为法老跟十二个儿子,还有两个孙子祝福 你说祝福,有什么呢?我也会祝福啊 祝你新年快乐啊,对不对 这个也是祝福啊,但是不是 他那个祝福是带着预言的 就是说,他知道按着神的心意 为法老,为他十二个儿子,为他两个孙子祝福的 他为那两个孙子祝福的时候 左右两只手交叉,这样祝福 连约瑟看了,觉得不对,怎么可以这样 这个是长子,这个是赤子 你这个手放错了 没有,他说,我儿我知道 老大将来很有出息,但是老二会比他更厉害 所以,他是按着神的旨意,为他们祝福 他为十二个儿子祝福,都是按着他们的福分 那时候,以撒为雅各祝福 祝福完的时候,以撒过来说 父啊,求你也祝福我 以撒就想不出来,还能够祝福什么 他说,我所有的最好都给你这个弟弟了 我现在还有什么可以给你祝福的吗? 就想不出来 但是你看,雅各不一样 那时候,以撒为他的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 眼睛是昏花的 他灵里面的眼睛是昏花的 也搞不清楚谁是雅各,谁是女嫂 但是雅各年老的时候 他虽然外面的眼睛看不见 但是里面的眼睛是非常明亮的 他为那十二个儿子,他可以一个一个为他们祝福 而且按着他们的福分,按着神的旨意为他们祝福 所以他那个祝福里面,都有带着预言的成分的 后来他们的这十二个支派的命运 就正照着他所祝福的样子 所以这个不简单 就是他的生命已经承受到一个地步 他可以为人祝福,而且是按着神的旨意祝福的 所以雅各,他的一生就是被圣灵来制作 被圣灵来破碎,被圣灵来剥夺 到最后成为一个神的王子 所以,一方面我们要有像以撒这样的生命 享受神的祝福 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接受神的圣灵 在我们身上一切的制作跟对付 雅各他的一生,他立了四根柱子 有两个人在伯特利 一根在基列山,一根在伯利横 柱子是什么意思? 这个柱子是象征信心坚固的,稳固的得胜者 得胜者就像柱子一样,他是中流砥柱的 他的信心是坚固的 同时,柱子也是一个见证 你把一个柱子立起来,他就是一个见证 所以柱子也是象征一个荣耀的见证人 所以,神在雅各身上祂所做的 就是让他成为一个得胜者 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 他本来是一团泥巴 但现在,变成一个坚固的柱子 雅各的一生就是从一团泥土,被神变化成为石头 乃至于宝石的过程 他成为神建造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材料 所以,从泥土变成石头,变成宝石 最后变成新耶路撒冷 这个泥土就是象征我们的天然人 为什么呢? 因为亚当就是从泥土里面造成的 所以,泥土就象征我们这个天然人 本来都是一堆泥土 但是泥土不是建材 你要成为一个建材,要很稳固的 要成为一个石头 这就是我们得救了 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 就成为一个活石,一个living stone 被神来建造,成为灵工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被建造成为教会 但是石头还不够 神要把我们借着高温高压,把石头变成宝石 这就是得胜者 所以,神在亚哥身上所做的,就这样子 他不仅要从一个天然人,变成一个得救的人 成为一个石头 甚至要成为一个宝石 宝石最后,跟别的宝石要斗在一起 就成为一个新耶路撒冷,做圣城 这就象征一个荣耀的教会 所以,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计划 我们今天就是走在蜀天的路上 最后就看到约瑟 约瑟他是父亲所偏爱的一个娇儿 他的一生有四个阶段,如同衣服来看 他第一个阶段就是彩衣 要穿着彩衣 父亲偏爱他 旁边兄弟,心里也很生气 后来他做梦 梦见父亲母亲还有兄弟,都向他下拜 先是合捆 后来看到日月星辰,都向他下拜 所以兄弟又更生气了 后来他就被兄弟出卖 要到埃及去做奴隶 所以那时候他换了衣服,就变奴医 接着他被他的祖母,就是祖人太太诬陷 就沦为阶下囚 所以那时候穿着囚衣,第三个阶段 这段时间也不短,可能有十年 不简单 但是他在狱中,他就替酒镇 还有替善长解梦 因为这两个高官也都被关起来了 但是他们做梦 他们做梦,不知道什么意思 但是约瑟帮他们解梦 就解出来之后,后来果然是照着他所解的成就了 一个是官复原职,一个是被砍头 但是,这个酒镇官复原职 把约瑟给忘了 直到两年之后,法老自己做梦 他才想起来,跟法老介绍他 结果他就帮法老解梦之后,就被拔着成为埃及的宰相 这时候他就穿上宰相的衣袍,像袍 那时候,法老是梦到七只肥的牛,还有七只瘦的牛 还有七个很饱满的麦穗,跟七个枯干的麦穗 然后约瑟就跟他说,七个丰年跟七个灾年 然后你要好好绿背 所以后来法老就说,这么聪明 有神的智慧,那就给他做埃及的宰相 结果后来,他就拯救了他的富家,脱离饥荒 同时,他也饶恕他的兄弟 他知道说,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 所以那时候,那一兄弟,想跟他下跪 跟他要买粮食 他的异梦就成真了 他就当时看见了座母年,梦到的异象 现在就出现了 最后,以色列全家就下埃及 在那边寄居了430年 一直到他们成为一个很大的民族 后来,摩西带他们从埃及出来 所以我们就看到 亚伯拉罕这里,我们看到他有四个祭坛 祭坛里面讲到他的尾声,他的敬拜,他的祷告 以色列有四个活水井 活水井里面讲到说 我们就享受神的同在,享受神的供应 雅各,我们看到他立了四根柱子 就讲到说,他是一个被神变化,成为见证的一个生命 约瑟,我们看到他是 他的一生里面有四组的梦 第一组的梦,就是他兄弟、父母,向他瞎拜 两个梦是同一个意思,就是一组 第二组的梦,就是九正的梦 第三个就是善党的梦,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第四组就是法老的那两个梦 那两个梦其实是一个意思 所以他总共有四组的梦 这表示说什么? 透过这个启示,约瑟在掌权作王 他透过神给他的异梦之后 他就被这个异梦抓住 这个异梦就掌管他的一生 他知道,有一天神会让这个事情实现的 他也透过在善党跟九正的梦里面,为他们解梦 后来甚至为拔捞解梦之后 他就起来掌权作王 所以这里头我们看到,掌权作王跟得着启示有一个关系 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掌权作王 我们需要得着神的启示 上个礼拜我们提到有一些复兴 里面甚至有提到海不离地道 有两个老姊妹,他们就得到神的启示之后 他们就知道说,神要示下复兴 他们就为这个复兴祷告 然后后来复兴果然就发生了 所以那两个老姊妹,他们是在干什么? 他们在掌权作王,他们在执掌王权 他们怎么样能够执掌王权呢? 他们先得着启示 他们按着这个启示来祷告的时候 他们就改变这整个世界,改变这个整个环境 就像是当初,但依里 他得到神的启示 七十年满了,以色列人要从贝鲁之地归回 所以他就为着这个神的旨意祷告 那时候他就在干什么? 他那时候就在执掌王权,改变这整个人类的历史 所以你要执掌王权,跟你得到启示有关系 你得到启示之后,你就可以按着神的旨意祷告 那时候你就是为神在这个地上了 你在改变这个整个人类的历史 所以启示跟作王,这有连来的关系 所以为什么?约瑟他是侍族的梦 后来他的生命是作王的生命 就是启示跟作王,是有连来关系的 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些经历 像亚伯拉罕,我们有蒙召的经历 我们有信靠顺服,我们与神相交 我们同时有以撒的生命 我们就承受祝福,享受恩典 但是我们也要有雅各的经历 我们被神赐作,被神破碎,被神炼井,被神改变 这是最深的一些功课 最后我们就可以跟约瑟一样,我们可以掌权作王 这是一个生命的成熟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 这四个人的生命,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 带领我们越来越来越的成熟 所以,这个是圣经的历史 我们今天看的是创世记 是从亚当被造,一直到约瑟过世 这当中涵盖了多久? 两千多年,两千两百年左右 如果你按着家谱,这样子去算下去的话 亚当被造,差不多是主前4075年左右 然后到了约瑟过世的时候,是1805年 所以今天是创世记 我就停在这里,下次我们从出埃及记看到生命记